现代人爱买东西也常有活动抽奖 获得的奖品如果用不到闲置一边 既占空间又浪费资源 在云林斗六就有一家二手商店 专卖二手货与奖品 帮许多人解决家中物品闲置问题 更帮弱势团体找到赞助金 全新的手表 成牌的衣服 儿童玩的乐器 这边还有儿童床 竟然还有汽车旅馆的VIP卡 看起来应有尽有 这到底是什么店呢 我觉得这边是蛮好的一个平台 就是如果家里有用不到的东西的话 可以透过这间店来做寄卖 原来这是间二手商店 有些民众将用不到的 或是尾牙抽中的礼品拿来交易 寄卖转现金或是捐助给弱势团体 因为卖得比市价便宜 有人就喜欢到这里来挖宝 像这位常客 今天就选到这台二手一金电视 跟这台全新的炒锅 目前寄卖的物品已经超过了六千五百项 每项商品都会拍照放到网路上 近半年来平均每天交易量大约三百件 除了提供寄卖之外 定家还有易卖品 将易卖所得捐给不同的弱势团体 也提供待用餐券 一般是他的会员所得帮他捐出去 然后因为我们开店还是有成本 所以就还是要分担我们水电费用 跟人士费用 像目前有一个有爱心的那个帽子工厂 然后把他捐的几百顶的帽子 张家乐特别强调 买卖二手物品最重要的是诚实 明白告知买方物品的状况 让物品找到新主人 也让真正需要的人 能在二手商店找到保 新唐热的电视 刘立芬坦白云林采访报道